當你追逐你的夢想 表達你自己的精神的時候 你盡情向前走 你就會做得開心 錢是一定能賺到的 但如果你是為了錢做任何事 每一天 各位朋友 都好像在地獄那裏 Hello 各位朋友 你好嗎? 歡迎來到新一集 為 Brian 索秀 最最近我在 Instagram 出了一個Post Post說 別做一個沒有智慧的父母 即是說 別逼我們的子女 讀這件事 做這件事 我們作為父母的 應該是支持我們的子女 如果她想全程投入 做些甚麼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支持她 鼓勵她 是做他們一個最強的backup 大家聽到她又說 不是 這應該都是父母角色 但是大家 看看身邊的父母怎樣做法 當我出了一個Post 有關這方面的主題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很 令我心情沉了下去的一個 一個 comment 亦是很真實的 那個女士 看來應該是有三十幾歲 她說她的父母去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呢 是將她變成一個跟其他人子女比較的工具 你做哪一行 賺多少錢 住甚麼屋 你嫁給一個甚麼男人 你甚麼地位 甚麼都用來情 大家身邊有沒有這樣的父母 我們叫那些怪獸家長 或者一些Tiger Mom 他們很失去理智 小小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其實現在亞洲地方是很瘋狂的 我在香港 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的 瘋狂得就是 我聽過一些個案 我亦都親身見過一些這樣的例子 就是 當那個女士懷孕 未出生 就要跟這個未出生的小朋友 是報定一兩年後某些班 這個小朋友現在只有幾歲 或者幾個月大 已經要是很多興趣班 讀這個 讀那個 你問他們為甚麼 她說 嘩 如果 不學 沒有這樣的技能 不是很吃虧 而一個叫做 輸在起跑線 不行的 我不可以輸在起跑線 我要是 贏在起跑線 我要鼓起我小朋友 令到他們成材 做一個GYM的人士 你看到那些父母 一坐下的時候 就會說一下自己的債女 我兒子有多厲害 有多好 另外一些父母 聽到別人的子女有多厲害 即時就沒有了心 覺得很沒面子 然後回去罵自己的子女 她說 你這個臭小子 你這個臭小子 為甚麼讀書那麼差 你令到 那個媽媽 人家的兒子 你看陳太太 那個兒子是Peter 多厲害 你看黃先生的女兒 Mary 成績多好 這樣就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上長大 你覺得怎樣 你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是被比較的 你自己有甚麼感覺 你喜不喜歡跟別人比較 是不是很討厭 絕對很討厭 你的角色是甚麼 是用子女 來跟其他人的子女比較 一些是工具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會發覺 為甚麼這麼多人 跟子女的關係這麼差 其實你很清楚 對不對 反過來 你做別人的父母 如果你的子女 反過來的角度 好嗎 他把你跟別人的父母 來比較 爸爸媽媽你看看 你看看別人的父母多厲害 人家媽媽多漂亮 身材還多好 為甚麼你一批東西 你看看你自己 又不打扮 又不讀書 又沒有學識 你看看你自己的肚腩 如果就是這樣跟你說 你會覺得怎樣 你叫我讀實科 你自己 你對上一次看書是甚麼時候 你最喜歡的作者是誰 你答不了罪 各位父母 那如果你做不到 為甚麼我們要逼 我們的子女 是要做一些你想他們做的事 我們說不是喔 子女的責任是讀好書的 都是那句 都是反過來的 父母角色是支持 鼓勵我們子女 而不是把我們子女 跟別人子女比較的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你的子女 擔當好角色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 你擔當好你的角色 就是我們 打開我們小朋友的眼界 令他們相信和看到 這個世界 絕對是甚麼都可以的 根據他們的嗜好 他們的天賦 有些人說甚麼是厲害 各位家長 這個小朋友甚麼是厲害 我先當你小朋友是讀書 成績厲害就叫厲害 那如果那個小朋友的天賦 不是在讀書那裡 如果那個天賦是在跳舞那裡 如果那個天賦在打籃球那裡 如果你跟Michael Jordan說 你是一個很差的人 你真是差 你真是差 你看你讀書的成績 Michael Jordan也跟你說 他一下子打在你那裡 他說你是不是瘋了 我是Michael Jordan 我是打籃球的嘛 如果你跟Massey說 為什麼你不讀大學 你不讀讀醫 他說你是不是傻了 我小時候的志向已經做了一個世界級的足球員 那美斯是不是在這個 如果他在亞洲呢 他一定做不到這個美斯 因為 這一道的家長呢 怪獸的 是不是 他覺得只是讀書厲害才叫厲害 所有人都厲害 如果你那個志 你的興趣是讀書 你就讀書 如果你興趣在其他地方的藝術 你是其他的運動 不是e-sports 你在那邊厲害的 你追逐他 我們作為父母 我們支持他 令到他在那個界別很成材 就厲害了 不同材料 做不同的事情 對不對 別說厲害不厲害 我們用我們的團隊 給我們的自由選擇 和我們的嗜好 我們選我們那條人生路 對不對 所以作為父母的 你不要像其他父母那麼瘋 你給自己 你介紹他 作為父母很簡單 你打開你自己的小朋友眼界 令到他有一個自由空間摸索 然後你陪陪他 就是這樣 如果你作為一個子女 如果你父母是怪獸的 你不用管他的 你給他說 他要說的那些 因為人是有說話的自由權利 記住 父母他帶我們去這個人生 不代表他智慧高 行不行 年紀和智慧是兩回事 你看到有很多年紀很大的人 其實他的智慧和年紀 是不成正比 他們的智慧沒有跟隨他們的年紀而上升 是很可悲的 但這是事實 但反過來 如果你是一個年輕的人 哪一個年輕的人 不可以有大智慧 行你自己的路 你父母說什麼 任由他們 你聽他們所說的 不代表你接受 你不需要接受的 行不行 他們可以說任何話 但你接不接受 是你的選擇 沒有智慧的人 會將你和其他人比較 但你是不需要你的 因為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可不可以 作為家長 記住還有一件事 今天還有你的點 如果你的小朋友正在讀書 亞洲地方的人 尤其在香港的人都聽不少 很喜歡自己的子女 不知為何他們把那些職業 分到有高等和低等 很喜歡那些小朋友 有個C字在後面 律師 會計師 職師 即是有個死屍的C字在後面 他們覺得很光榮 好 沒有問題 首先就是你讀什麼 沒有問題 各位讀書的士朋友 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歡 自己喜歡 不要聽你父母怎樣 記住 喜歡就讀 如果你真的想做讀醫 這個是你抱負 不要為錢行不行 而家長不要逼你 為什麼一定要有C字 為什麼一定要有死屍的C字在後面 你才覺得很prestigious 很有地位 如果每個人都做醫生 誰做病人 誰光顧你的子女 每個人都是律師 那誰找律師 只是律師賺到錢 做生業賺不到錢 做多少行業賺不到錢 只要你喜歡那件事 無論你做什麼都會賺到錢 錢是副產品來的 做人不是為錢 當你是追逐你夢想 你表達你自己的精神的時候 你盡情向前走 你就會做得開心 當你這麼passionate 做你面前那件事 錢是一定賺到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是為了錢做任何事 每一天各位朋友 都好像在地獄那裡這樣 大家都不想在地獄上 是生存的 人生是講生活和意義的 所以不要聽你父母 一定要有個死屍的詩字 你才讀 追逐你要追逐那些東西 無論你幾歲 有回你自己的想法 不是你父母叫你做什麼 他可以叫你做任何事 但是你可以不聽他們任何事 所以我知道可能有很多父母 一聽到 Brian Charley的頻道 有頭痛的死腹 他這樣教我的孩子 但是 大家回答下一步 己所不欲物事於人 如果你不想你的子女 將你拿出來和別人比較 你就不要把你的子女 變成一個 愛你比較的工具 身為父母 或者身為別人的子女 你怎樣看這個題目呢 將你的看法 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把它分享出來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在這個頻道會和大家分享很多 關於我們人生和我們 事業上挑戰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畢生碑 下次見